OK 各位同學請看這張圖 這是我們的創意沙龍的部分 主要還是分成三個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宏觀 主要就是發掘跟觀察 也就是在第一跟第三單元 它主要是透過觀察與發掘出 生活中讓人家不方便的小事情 或者是可以更好的地方 到了第二部分的第四至第五單元 主要探討是微觀 就開始要去解決問題跟聚焦問題 也可以說是運用思考法的縮小性範圍 針對該問題來提出更好的解決方式 或者是發掘出更細微的問題 好 那第六第七單元就是 開始要把創意發想出來設計出來 所討論出來的方向跟解決方式 透過圖像的呈現 讓人可以透過圖跟文的方式 來感受你的創意 好 那接下來我們所要探討的是第三單元 第三單元主要就是在第一個 大區塊裡面的宏觀部分 宏觀部分探討就是發掘跟觀察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 Brandstoning的方式 來發掘出生活上的一些問題 在一開始的宏觀發掘的時候 同學們就可以盡情的去思考 不要說任何的局限 透過小組裡面的各個成員裡面 不同來自不同生活上的一些 生活環境啦或者是專業領域啦 從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 跟生活習慣裡面去發掘出 屬於你自己覺得說 欸 在這種生活專業之中 我覺得什麼事情是讓我覺得 操作起來很不方便的 或者是在操作起來會覺得非常不習慣 那同學們你就要試著把這樣子的點 把它發掘出來 那當然我希望是越細為越好 越細為越好 不要說是做很大活 我們從小地方去下手 從小地方去發掘一些 我們想要去試著去解決的問題 OK 看完這樣第三段階的創意沙漏圖 那我們也開始來進行我們後續的步驟囉